各位亚洲大学的先生们 大家好 欢迎你们加入亚洲大学 即将开始一段崭新的礼仓 亚洲大学刚满21岁 跟很多同学们一样 充满活力、希望及行动力 大学是求知识、求学问的地方 大学和高中不同 在高中你要修的课是固定的 而且每天排得满满的 在大学除了你本科专业课程 同学有很多的选择 而且有很多社团可以参加 培养你的兴趣 社团活动可以学到正式课程 学不到的知识 如活动的鬼话、沟通的技巧 和领导统一的能力 并且可以交到不同系 不同专业和不同背景的同学 这些都是你毕业后 在社会上可以帮助你的朋友 和社会支援 所以在大学的岁月 最重要的是透过各种 学习的机会和经验 发掘自己的优点和潜力 立定目标 努力不懈 你一定可以成功 学家提供很多的知识 和机会 帮助同学成功 如AI程式精英班 在这个班 我们安排各种训练 演讲、实作 同学可以额外学到 AI程式技能 并帮助同学参加各项AI竞赛 过去三年 我们学生以后都超过 80多项的AI大奖 国际竞赛方面 积极辅导学生参加国际设计 及花名大赛 过去学长、姐、满、永多、德国、 宏典、IF、日本、GMARK、 美国纽约ADC等国际设计大奖 帮助同学站在国际舞台 与世界青年一同较劲 亚大以年齐八年参加 国外最好的设计比赛 在一班大写里面表现第一名 另外 亚大美学籍旗办英语简定班 专业证照班 及国考班 同学可以利用晚上及嫁入 参加这些免费证照课程 考取多艺、托乎等证照 国考班 学至同学考起证照课 包括律师、会计师、 护理师、世光师、 心理师、社工师、 幼教师、营养师等 意见学院及副理学院各系的 国考通过力也超过前果平均 帮助同学胜利就业 让你在就学期间 就能有证照为未来职场加分 亚大积极建构智慧校园环境 提升学生世卫学习 制止跨越学习的能力 同时应用手学的专业 推动联合国SDGs 永续发展议题 计划节冷简探、静领排探、学程 更举办校园师生勇系实践竞赛等 将勇系发展融入教学与研发 促进校园勇系 提升师生融入关怀、 环境勇系等意识及行动力 在国际化推动方面 积极培养学生国际移动力 学生进来亚大 就可以接轨国际一流大学 像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人士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澳洲西学里大学 美国凯斯七十大学党 继续对动318计划 学生必备三种语言 学士四点至少出国一次 透过八大途径 碰同学们出国学习 就学期间 栽培同学到各国研修、实习、教育生、 双联学位、国际竞赛、国际志工等 潜力准备学生 在全球浪巧下 勇于实践梦想 亚洲大学 除了培养学生专业力、国际移动力外 实行三岛制度、三品教育、五创学院及志工大学 让关怀美学创意及人文饰养成为你专业能力的根基 亚大有安藤忠雄设计的现代美食馆 让美学教育落实在入场 亚大的护社医院扮演社区健康照护 及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场域 中亚联大的成立 让学生享有辅系、双子修的教育生代役 享有两校教学资源 这些创新课程及软硬体设备 要做学生坚强学习的后盾 最后 勉励同学们保持好奇心、激发创意 跨出输出线 培养独立思考 解决问题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并对周遭护士关怀 再次欢迎你们来到亚洲大学 为学校带进一股清新的正能量 青春只有一次 年轻人的各位没有极限 大胆尝试、努力、实践、梦想 细细你们未来四年努力 活得精彩、漂亮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亚洲大学 我是健康中心主任林秀珍 想跟大家分享 可以怎么成为幸福又健康的大学生 首先要知道 进入大学之后有三多 第一多叫做压力多 面临不同的课业学习、考试方式 还要认识新的朋友 有可能有离乡背景 所以压力多 第二多叫做肉多多 进了大学之后 可能跟同学聚餐、社团聚会 还有宵夜 每日都有外食的机会 所以可能肉多多 第三是最重要的 叫做钱多多 其实健康中心有所谓的免付费的心理资商 还有很多心理成长讲座 还有戒烟咨询课程 还有营养瘦身等等的相关活动 过去我们经过非正式的调查 发现大部分的学生会进入开始抽烟 原因来自于压力大 或者是同才学习 所以这时候我们第一个 针对压力多 要推荐大家无烟套餐 为了保护儿童青少年健康 其实行政院在今年的1月13号 通过卫福部的烟害防治的修正法案 有三个重大的改变 第一个 除了传统的止烟禁烟之外 其实电子烟也会全面禁烟 还有加味烟 第二个 吸烟的年龄将停 对不起 禁止吸烟的年龄将提高到20岁 第三个 各级学校全面禁止吸烟 那亚洲大学在这方面 当然非常走在前端 我们在2008年 就已经钉钉烟害防治办法 积极推动校园无烟的政策 而且呢 一旦在校园吸烟 也会在讲诚办法里面 会受到惩戒 所以我们是很认真的在宣誓 教职员工的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是无烟校园 同时呢 也聚吸二手烟 然后我们是反烟的 第三个是 我们也聚烟 我骄傲 接下来第二个部分 肉多多的部分 这时候想推荐同学 第二个套餐 叫做健康套餐 根据我们过去的108年 109年跟110年三年 新生的入学的健康检查的报告 发现呢 学生BMI大于24 符合卫福部所谓的过重的情况 从108年 100个人就有43个人 到110年有49个人 意思就是说 平均每两个人就一个人 BMI是大于24 叫做过重 所以欢迎大家 跟我们一起来均衡饮食 然后跟肉肉来分手 第三个部分 防疫套餐 过去的三年 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在新冠肺炎的防疫 大家好 我是通事主任黄淑珍 那接下来呢 就由我跟大家来介绍通事教育 也许大家会对通事两个字呢 是比较陌生的 那你就想呢 只要是专业以外的课程呢 全部通通都是 这样子想就可以了 那这是我们通事的理念 目标以及愿景 那通事中心的业务 主要是做什么呢 在你毕业的128个学分当中呢 有30个学分是通事教育 我们会办理非常多的一个活动 所以会有通事讲座的一个认证 还有呢 毕业的门槛 所以你不是只有专业课程 你还有通事的课程 那如果你在大学 你之前修过大学的学分 在通事呢 都是可以办理抵免的 那通事中心的办公室呢 在哪里呢 在行政大楼 总务处的旁边 我们的分机呢 是6171 6172 还有6173 所以呢 应该可以在办公的时间 可以找得到我们 那这是我们学校的 这个基础的能力 中文 英文 还有资讯能力 还有四个基本的素养 健康 关怀 创新 卓越 那我想呢 这一章是比较重要的 请各位同学 一定要仔细看 通事的正式课程呢 有分为 语文通事 核心通事 还有博雅通事 语文通事跟核心通事呢 都是必修 学校会先帮你把课带好 博雅通事呢 就要由你自己来选修了 那我们开课的时间呢 是在星期一的早上 星期二的下午 还有星期三的早上 以及星期一的晚上 你都是可以自由的选修 也就是说呢 日间部的同学 你如果要到星期一的晚上选修 也是可以的 进修部的同学 你如果白天有空 你想要到白天去选修 也是可以的 那非正式课程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办理的一个活动 通事办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很精彩的一个活动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 那潜在的课程呢 就是我们整个校园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环境 那接下来是日间部的通事课程 请同学一定要仔细来看 语文通事呢有十六个学分 国文占了四个学分 英文呢有八个学分 在你大一的时候呢 你是上下学期各修三个学分 我们会采分级上课 剩下的两个学分呢 可能是在你大二的时候 上学期或下学期会来安排 那城市内呢有四个学分 就是上下学期各两个学分 再来是核心通事 我们分成为四类八个学分 那你可能会在上学期的时候修两类 就是可能是健康历史 那你到了下学期的时候呢 你就会安排呢 上法律跟艺术 艺术相关的一个课程 那这些呢 这两个学校都会帮你安排好 那你可以选择呢 就是博雅通事 博雅通事 你至少要修六个学分 那这六个学分呢 人文类 社会类 自然类跟生活应用类 那这个部分呢 人社类 你可以免修 人文类 管院呢 免修社会类 医见 护理 还有呢 资电院免修自然类 那创院呢 是免修生活应用类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多选修 因为我们课程开的非常的丰富 都可以 只是它不会列在你的毕业门槛 但是可以算你的毕业学分数 那我们另外还有两类呢 是零学分的必修 体育跟服学 那进修部是不用上服学课程的 接下来是进修部 进修部呢 你的学分数一样是三十个学分 但是语文类十个学分 国文四学分 英文六学分 核心类呢 分为健康历史法律艺术 还有资讯 那各两个学分 那博雅呢 虽然有四类 但是你只要修六个学分 你都可以自由选修 如果你喜欢人文 你可以全部六个学分 都修在人文类 另外我们有四个学分 是这个涵养教育 我们开设大学之路 那我用这张表呢 可能进修部的同学 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大一跟大二 有基础的一个 基础教育大概有二十个学分 你会看到文学赏息 文学生活 这就是大一国文 再来是英文 那至于你看到红色的部分 健康与生活 历史与文化 还有资讯与科技 那也许呢 上学期呢 你们系的一个安排呢 是先上资讯与科技 下学期 才会上健康与生活 跟历史与文化 所以你不要看到 你以为说 你好像大一就一定 上学期应修这两面 我们会依照 系的一个课程规划 那法律与生活 跟美学素养呢 是到你大二的时候 才会来安排 那另外呢 这个博雅的这个学分呢 是开在星期一的晚上 这是自由选修 你只要修满六个学分就可以了 那还有呢 大学之路是星期四的晚上 六点半到八点呢 我们会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那大概就是上下学期呢 总共有两年四个学期 各占一个学分 那通识课程呢 是可以抵免的 只要你之前 在你进亚大之前 你选修过大学的学分 你只要凭这个成绩单来 就可以 那当然我们 我们抵免是会 从宽来认定 五专 曾经读五专的同学呢 专一到专三 那四同高中是不算的 但是你的专四专五 所选修的成绩 只要是通过的 都可以办理抵免 好 那这是我们底下的几个 毕业的门槛 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有修币 128个学分 你还有一些毕业门槛 那在通试的部分呢 有中文力 英文力 还有资讯力 那中文力跟资讯力呢 学校都会办理呢 这个测验 那英文力呢 请同学要留意一下了 我们通过的门槛呢 是多益五百分 那外文系呢 是七百分 那另外呢 还要听讲座 那这个讲座呢 至少要听八长以上 八长以上 那每一个我们有分为 健康关怀创新卓越 你要各两 两个例 也就是一定要至少两场 但是有些活动呢 它可能会含有两个例 但是它只能算一场 所以呢 八长跟这个八个 这个这个八个例呢 它是一个 两个要符合的条件 你不能只有符合 其中的一个条件 那通事的讲座呢 那通事的讲座呢 我们办非常非常的多 在我们自己单位里头呢 会有文学嘉年华 李宇美文艺大师 还有艺文记 那各个 各个这个 行政单位啦 或学术单位 甚至于学生会 甚至里面的社团 要办理的活动 也都可以来申请通事奖章 那这个你可以到通事的网页来看 那以下呢 这是我们配合 国文课 还有历史课 所办的这个讲座 那还有呢 我们永续环境跟文艺大师 还有艺文记 所办理的这个活动 那一定要跟大家讲 9月5号的晚上 我们就办一场迎新的音乐会 那还有呢 是一场呢 是10月6号呢 我们请大开剧团 来上一个这个舞台剧 这非常欢迎各位同学呢 可以来这个这个参与 那还有一场呢 可能是大家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VJ课 在10月18日 他来过我们学校 非常的受欢迎 所以我们又再次的邀请他来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活动是 应该全台湾 只有我们亚大才有的 就是三品书院的书院日 同学你现在可以把这个 手机拿起来 扫一下这个QR Code 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粉丝专业来看 所有的活动都在这里 我们每个学期呢 大概会办理32场的活动 那底下这个是上个学期 我们办理的一些活动 非常简单的一个剪影这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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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呢是这个学期的 同学会看到呢 活动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是一个秒杀的活动 同学可以到三品书院的网站 那这个三品书院的网站呢 可以从通试中心进去 或者从这个学务处也可以进来 那我想呢 身为通试主任呢 要给同学我们新进的大一新生 给同学呢 起一个建议 如果你现在呢 就非常确定你的方向 你就是读这个科系 你就是要就业或者要升学 那未来四年要好好的来念书 在你的科业上面 那如果你不是 还不是很确定的 那非常欢迎各位同学呢 多参与社团或者志工 或者在你未来的实习 或者工读生 都可以有机会是找到你自己的志趣 那当然最希望的是各位同学 多认识跟你自己不同生命特质的人 不同科系的朋友 他可以让你打开视野 那选修通试课程 参与通试活动 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千万不要一直宅在这个电脑荧幕前 或者守着你的手机荧幕这样子 那如果说呢 你真的四年之后 还是没有找到你自己 也没有讨厌你自己的本行 那你就留在你的科系 因为你读了四年 你就是专家 但不管怎么样 软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而通试呢 通试教育提供的就是这个软实力 那四年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今天各位同学呢 做好时间的管理 我们都知道 对的时间呢 做对的事情是事半功倍的 时间呢 像一张网 你傻在哪里 你的收获就在那里 每天早上 你起来呢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张开眼睛 追逐你的梦想 一个呢 就是回头睡觉 继续做梦 选择权 在你的手上 但是 你现在的选择 会决定 你以后 站在哪里 欢迎各位成为亚大人 我是同事主任黄淑珍 这是我的email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写信给我 那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谢谢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是 陈大正副校长兼教长 那由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今年度我们的教务工作 有关那个姓声 必须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那我今天的报告大纲 大概分为三点 第一点就是有关我们的教处组织介绍 第二个就是 各位同学 那个常常会碰到的 要办理的一项 一些业务的相关的报告 以及结语 那教务处呢 那有两组 那第一组就是注册与客户组 这个是跟各位同学 一入学就积极相关的 第二个就是 到了同学们 二三年级 二三四年级的时候 可能会出去实习 那实习相关的业务 就是由 学生实习 实务学习与辅导组来进行 那有关业务的相关介绍 好 第一个部分是 如果各位同学要去申请各类的证明文件的话 那各位同学可以很简便的 在教务处旁边有一部 那个自动化的一个缴费系统 那各位可以办理成绩单 及在学证明 那这一步是全年无休 那各位可以充分的利用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以人工的方式 那必须要请各位同学到教务处的注册与客户组 来申办相关的学位证明 在学证明 或者是说当你的修业证明 遗失要补发的时候 或者是说 那个中英文学位证明的遗失补发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也是跟各位相当有相关联的 就是各位同学 那个亚大非常重视你们的一个学习 所以在各位其中考 如果成绩有二分之以上 不及格的话 那我们会进行那个其中预警 那之后就马上进行关怀 包括会寄其中预警通识单给各位家长 那也会请班导师来辅导你们 那我们也会开办相关的课业辅导班 来强化你们同学的学习 那如果说各位同学在注册缴费的部分 有所困难的话 那我们在有四项的一个管道可以协助同学 那千三项就是依照同学们的一个 那个身份资格 可以办理就学贷款 就学优贷以及弱势补助 但是你如果不具备上述的一个补助的一个 身份的话 那可以来到所属的学系来办理分期付款 那这个各位同学如果有困难 那一定要寻求协助 好那接下来的话 那各位一定要到各系的那个系网页底下去看 课程规划表 你就可以去知道你未来四年 你要休息的相关的课程 好那在修课程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注意到 你们有每一个学期有最低的修 最低的学分限制跟最高的学分限制 那如果你特别的认真 或者是说你需要去修 俯系双足修的话 那一定会超过25学分的话 你可以透过申请来多修这些学分数 好那如果你有额外的活动 要去进行 比如说你要到海外去 或者去到海外实习 或者说一般的实习的话 那各位到了大三大四 你可以申请那个学分的一个检修 所以申请资格 你到大三的时候只要100学分 或者是说大三下的时候116学分 到大四上122学分的话 那你在大三下大四大四这一整年 都可以申请那个降低学分数的修习 不受那个最低学分数的一个限制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各位同学 你们会进行那个选课的一个动作 以及退选的一个动作 那在加退选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到加退选的时间 那我们办理都是由线上来办理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加选退选的时间 那这个学期是在9月2号到9月20号进行加选 那还有一个预选的一个制度 就是下学期的课程 你是在这个年底 12月26号到12月30号左右 那教务处会在通知那个各班的同学来注意 好那有关如何选课呢 那我们都是在线上选课 所以各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学生资讯系统 来进行选课 好那在进行选课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亚大有三师制度 第一个就是生活导师 第二个就是学业上的曼陀师 以及职业导师 那各位在一二年级的时候 最常遇见的就是你的生活导师 还有你的曼陀师 那曼陀师就是来协助你辅导选课的使用 所以各位在进行选课的时候 一定要找你的所属的曼陀师 来进行那个访谈 那他会辅导你如何去选课 那访谈完之后你才可以进行选课 好那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亚大非常注重学生的专业发展 那除了一个你的专业 在你的专业必修的课程之外呢 我们还特别夸 注重跨域以及自主学习 所以我们跨域自主学习包含 跨领域 学习有三个program 包括跨领域学程 还有辅系双主秀 还有他系专长 以及自主学习的部分 总共有九个方案 那这个部分的话各位入学之后 那你会慢慢接触 那首先我会先介绍跨领域 跨领域学程的这个部分 好那跨领域学习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有分为他系专长 跨校或者是说校内的跨领域学程 以及辅系双主修 那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我们的跨领域学程 以及辅系双主修 我们同学那个欢迎 并且鼓励同学可以到 中国医药大学去进行休息 好那在那个专业学程 的部分的话 除了你们要注重你们的专业之外 那亚大非常注重跨领学习 所以对于没有非国考科系 就是在我们那个 阴光笔标示的那一栏 那这些相关的学系都适用 那也就是说你除了休息你的 系专业选秀的学程之外 还要去休息一个 跨领学习的一个学程 好那跨领 跨领学习的这个专区 那各位可以由进到 我们的那个 有一个跨领专区 那各位同学可以进去里面点选 然后就可以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所以进去之后呢 大概会分为两类 那我们的跨领域学乘的话 总共有15个校内的跨领域学乘 那如这15个所列 所以各位进到那边去的话 你只要点选 然后就可以有这各个学乘的一个 详细的一个介绍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跨校跨领域学乘 那这个也是中亚联大 也就是我们跟亚大中医大 合开的一个跨领域学乘 那总共有4个跨领域学乘 那如果各位选取这个跨领域学乘的话 那选课成功的话 那你每个学期就是必须要到那个亚大 或者说到那个中医大去去修课 那我们亚洲大学有提供同学 那个往返亚大跟中医大的专车接送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那个往返的一个交通问题 好那如果你有休息那个俯系 或者是双组修的话 那我们在同学毕业之后 会在你的那个毕业证书上面去加注 那另外一个双组修的一个学位 所以请同学那个真的要好好把握 把握住这个机会 那我们到中国一大去修习任何的一个课程 完全是免费 因为我们有就是这两个学校是中亚联大 是联合大学系统的 所以各位务必要好好的去把握 这项难得的资源 好那除了跨域学习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自主学习 那我们自主学习的提供给同学的program 也相当的丰富 我们总共有9个有9个program 按一下 所以这个这些program的话 我们会跟我们的usr就是大学社会责任 还有永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去做结合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非常鼓励同学来进行自主学习的这个部分 好那同学在学校过在学校里面的话 那我们相当鼓励各位同学 对于你专业证照的取得 或者是说去休息 那个自明大学的open course 就是开放式课程 那如果各位在专业的那个证照取得的话 学校有相当不错的一个补助 从国考证照一直到各位的各类的专业的证照 那在修课的部分的话 如果各系都会去提供各位那个到校外去休息 那个开放式课程 只要你休息 获得通过取得证数的话 那我们学校也都会提供各位的这个 修课的这个证书的一个全额补助 好那在实习的部分也是亚大相当强调的 因为这个跟各位的就业是直接的一个连结 所以学校所提供的实习有三加一 七加一以及弹性实习 以及海外实习的这个部分 三加一就是三年在学校 一学年在校外实习 七加一就是七个学期在学校里面 一个学期在学校外面 那弹性实习就是利用弹性时间 那个不定时的去进行实习 那在另外一个就是就业学程 那亚大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一个就业学程 来协助学生在毕业之前 可以加入这个就业学程 可以让你的就业能够顺利去更能够顺利的去衔接 那另外一个就是各系也都会举办企业参访 让同学们了解那个外界的产业的一个样貌 好 那夜间部的部分 我们有进修学士班 所以进修学士班 他是在夜间上课 但是目前那个进修 学士班的同学 你们要特别注意到 那我们有相当提供 非常弹性的一个制度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你想到日间部来选课的话 我们也都是开放各位到日间部来上课 那所以你到日间部上课的学分数 那也也一并的会算在你的毕业学分里面 所以欢迎各位同学到日间来上课 那另外一个在进修学士班的部分的话 那你们相关的这些资料资讯 那我们放在流动行政中心的总务处旁 有一个柜子 那可以作为各单位发布讯息 要提供给进修学士班各个班级的 所以请各班的班代 你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来定期的来收取相关的一些文件 那进修学士班呢 是属于掌管的业务单位 就是教务处 所以我们也在教出面 里面也设计了那个进修学士班的 这些相关的资讯跟网页 所以有需要知道相关的资讯的话 可以进到这个网页里面来 下一页 好 所以对于相关的那个问题 F&Q的话 那个各位可以到这个网页来进行 来观看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更也欢迎 你们随时到那个我们的教处来询问 好 好 那最后 最后就是说 在进修学士班的这个部分 我们 在开学的时候 我们都会派住 那个一个 一个人力到我们M洞 作为临时办公室 那各位就可以不用 跑到那个M 跑到那个行政大楼这边来 所以可以节省各位时间 那如果不管是进修学士班 或者是日或者是说日间部的同学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那欢迎你来信 那到我们的教处信箱 那我们会尽数的来协助解决你的问题 并且给你非常明确的一个回复 好 那最后呢 助同学那个好好的把握时间 善用资源 那可以好好的学习 那来增加你的那个专业能力 你的就业能力 你的各项能力 那亚大会好好的提供各项资源 让各位的学习更好更棒 最后再次恭喜大家 加入亚大的一个大家庭 谢谢各位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资讯长陈怀恩 以下由我代表资讯处 来为各位介绍 这个资讯处所提供的一些 服务 首先 要跟大家讲一个最重要的 你在学校 常常使用的这个密码 就是亚洲大学网路帐号 简称ANID 它就是你的学号加上密码 那这个ANID呢 是大家在亚洲大学 也启用各项服务的一个通行证 所以呢 大家在这四年当中 请你务必要记得怎么样的使用 好 那这个ANID呢 就是重塑一次 包括你的学号跟密码 那你的密码要好好的保管 预设的密码呢 是各位同学的西元出生日期 年月日总共八码 在第一次你登入校园入口网站的时候 就要把它变更成你自己知道的号码 但是呢 你也要记住哦 就是这个号码不要随便的给别人 也不要忘记 那如果忘记的时候 不信忘记怎么办呢 各位还是可以到资讯处二楼 来请教我们帮你重塑 不过这个就会造成你使用上一些小麻烦 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忘记 第二个是学校的入口网站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画面 那在画面上呢 你登入的时候呢 就可以输入你的学号 你的帐号密码 还有这个随机产生的一个数字 那如果你真的忘记的话 下面有一个忘记密码的一个做法 各位可以点选下去 一指示操作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email信箱 基本上我们的email信箱 是跟微软合作 那简称m365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呢 它的帐号 是你的学号 加上at 小小鼠的符号 live.asia.edu.tw 那这个密码呢 是跟你的这个原来的这个amid一样 差别只有在at 后面的live.asia.edu.tw 这个部分 那每一位新生呢 都会配有这样的m365一个账号 它可以启用微软的365 各项云端的服务 那这个账号呢 每一个空间 有这个 信箱空间 100G 储存空间 是5TB 大概是5000GB 那单风信的上限是20Mbps 单个档案上限是10Mbps 所以各位在这上面使用 应该是 可以足够你在学校中正常的使用 那这还有一个好处是 无论你在校或者是毕业 这个目前这个信箱都可以让你 进行搜取资料 因为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Google啊 就是提供的总空间不太够 所以各校都是忙于 在这个清 要嘛是清Google的信箱 要嘛是转换信箱 那我们学校是使用微软 是不需要你去清信箱 你就直接使用到4年毕业为止 那你也可以试着 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大 所以你也可以把你其他的信件 转过来 不过记得那个垃圾信要 要删一删 否则的话还是非常占用你的这个空间 接下来是那个宿舍网路的问题 是最常的同学问到 尤其是住宿生 那我们使用有一个规范 为了让这个平宽 让所有全校的同学都能够公平的使用 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有一个上限 6GB的上限 那请你要自备网路卡的电脑 或者是你的Notebook 或者是你PC有 就不需要了 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加一张网路卡 那你必须自行的到线上去注册这个IP才能使用 为什么要注册IP 因为要防范其他的人 佔用你的这个IP 去做一些流量 然后让你不能上网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注册IP才能使用 那注册系统 如我们投影片上所示 那各位在网路上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很贴心 要安排一个报修的服务 那维修的时间呢 是周一到周四的 7点到9点 这个时间各位可以来 那因为这个时间是大部分同学已经下课 比较有空 待在宿舍的时间 我们定在这个时间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校园中有校园的无线网路 其实最主要是让大家 上课可以去存取一些课程的资料 大概有两个 所谓的SSID 你打开无线网路 你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叫做 ASIA 底线 underlineWiFi 另外一个是 ASIA underlineWiFi DOT ONEX 这两个的认证不太一样 上面那个认证呢 是你连线之后 你要开启你的那个浏览器的一个网页 然后呢 输入你的ANID 帐号跟密码 那就可以过了 那下面的那个呢 他走的是802.1X的安全认证 他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 他不用每一次都做网页的认证 那相关的设定方法 请参考我们这个资讯处的网页上有说明 再下来是 其实我们蛮鼓励同学 要使用所谓的合法软体 学校呢 基本上也有把相关 常用的软体都有这个采购 提供学生使用 比如说 各位可以在线上使用 你可以前往这个资讯处的网站 在软体服务去下载它 比如说这种是SPSS 另外呢 是下载之后才可以使用的 一样进到校园授权软体服务的 这个页面之后呢 他有提供这个软体下载的服务 那目前提供了 Windows Office Adobe是做PDF显示 Manet是做数学运算 SaaS是做那个统计 还有提供自然的这个输入法 是注音输入 还有很好用的字型图库 还有这个做那个PPT的螢幕录影 叫Evercam等等 各位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下载合法的软体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学校在资讯处有一个公用电脑 就是我们的输出中心 在资讯大楼的二楼 i206的教室 提供了我们同学自由的上机 电脑总共有40台 那我是观察过后 发现其实 如果你平常没有带电脑来学校 或者是你没有买电脑 那你都欢迎来我们这个 公用电脑设备上使用 那我们也提供了黑白及彩色的列印服务 每个人每学期 有75点可以做列印 那我们还有文件的扫描器 光碟烧录机 现场可以用 那开放的时间呢 它开放的稍微比较晚一点 因为顾及到同学 可能下课后吃过饭也可以用 那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上午八点到晚上的九点可以用 那有一些例假日 会根据本校的一些规定 还有现在COVID 有些防疫规定 各位同学如果在使用上有任何问题 就欢迎到我们资讯处的网站上 都会公告给大家 好接下来就是学生资讯系统 这个是同学们 个人在校内的资讯平台 这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是同学们 你要看你的成绩排名 你在学校学习历程 包括你参加了讲座 还有呢 你要去看一下 请假跟缺矿的记录 还有你的第一免学程申请 还有就学贷款申请等等等 有二十多项功能 这个是各位同学很重要的 比如说 我们会有期中警示 会有这个期出警示 会有期末警示 等等相关的记录都会在这个上面 这些警示包含了老师对你上课的一些点名 给你的成绩 他只要有上平台 有丢上来之后 都会直接在你的学生资讯系统里面呈现 有的时候呢你要关心 比如说老师 这个点名 老师我出席 找个证人 或找个证据 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的状况 跟老师评分表里面是不是一致 所以我认为这个学生系统 是对大家非常重要的 必须 只要有来上课 只要过来看看 接下来就是课程的查询系统 它可以让我们的同学呢 来查询全校课程的资讯 包括你要选修什么课程 它的课程的大纲 学校都要求老师要定期的输入 你从这边可以看到课程资讯之后呢 可以去评估想不想上这门课 好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平常上课 就会有一个数位平台 全校现在已经统一 叫做创课平台 它英文叫创课 是我们学校最主要的教学平台 也是学校的教学的入口 进去之后呢 我们提供了课程资讯的公告 还有老师如果上传教材的话 可以提供教材的下载 作业的缴交 包含了老师如果要进行线上的测验 问卷 甚至是我们的远距 设计同步的TIMS都整合在创课里面 那包含了还有一些点名 上课的抢答 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有两个QR Code 分别是for Android and iOS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QR Code 连到这个创课的APP 下载它 然后随时更新到最新版本 你就可以跟我们的创课无共的连结 再来是我们的一些行动学习里面 包含了亚大电视台 跟微软的Microsoft Teams 亚大电视台里面呢 其实包含了我们一些学校的数位的记录 还有五大类一千多支影片 各位可以去看 里面有大师的演讲 有我们精彩的讲座等等 那Microsoft Teams 其实是通常让我们的师生 甚至同学们可以自己去预约一个 这个线上的会议 用于做我们的这个同步课程的教学 还有线上的辅导 这些都支援这个行动装置都可以使用 再来到我们的亚大行动APP服务 这个部分各位可以去加装 像我个人是有装上去之后 之前呢一阵子在COVID管制的时候 我们在上面 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服务 包括公车的动态 我的课表 线上请假等等 各位可以由QR Code安装 那像是我们那个入口处的闸道 也是只要这样少一下 申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亚大行动APP 其实包含的蛮多 我们是校园内的服务 其实不只是同学 连老师都有在用 好 那 再来我们要宣导一下 资讯安全跟智慧财产权 各位大概要注意一下 这些问题是在我们这边是蛮重要 而且很严重的 比如说最近 大家新闻常听到 资讯安全 什么网站又被攻破 什么电脑又做病毒 然后 我的硬碟被人家加密要勒索 这个 比如说是虚拟货币 那这个在在都显示 其实我们现在网路越用越多 上面的駭客也越来越多 有人为了开玩笑 有人为了出名 有人为了非法 这个要取材 这都是影响到我们的安全 所以呢 这个资讯安全管理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学校呢 有通过教育部体系的 一个资讯安全的认证 ISMS每年都受集合 各项资料都符合程序 还有呢 我们学校的个资保护 就是同学们 你的个人的资料 其实在学校 是有很完整的验证跟保护 我们会这个有一个隐私权的政策 就是确实的执行 那同学你自己在使用上呢 也要注意智慧财产权 就包含呢 你要引用 这个文字 影像 甚至哦 有你的那个背景音乐 都要得到授权 但你在使用的时候 都要先想想 我到底有没有 不小心 侵犯他人的制裁权 这都很重要 那我们希望大家 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然后呢 正确的使用 我们的资讯的资源 那最后的结论 还是再次跟同学讲 你的学号 跟你的这个障密 是非常重要的 是各项系统通行证 要紧正的保管 不要随便给别人 然后呢 不要自己忘记 否则会造成上 你使用上的困扰 以上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有疑问 欢迎你到资讯处来洽询 谢谢 各位111学年度的新生 大家好 我是亚洲大学学务长张少良 那今天呢 我特别代表 我们学务处的所有的同仁 来欢迎您进入到亚洲大学 那学务处呢 跟各位会息息相关 那么我们学务处 我们的所有的同仁呢 其实我们每一天努力的 就是关心你身心灵的健康跟成长 那学务长很快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学务处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组织 那这里面我们有包括了军训室 我们有生活辅导组 有课外活动跟服务学习组 有健康中心 有书院及住宿服务组 还有生涯发展及就业服务组 那总共是六个组别 那这里面当然包括各位 在学习以外的所有的食衣住行 各方面的一个照顾 那当然我们的这些相关的组别呢 其实分散在学校各个不同的一个地点 那当然各位刚进到学校也许不是那么熟悉 那但是将来的话 我想各位都能够很快的能够摸索到 我们所有的这些学务处单位 那么他的所在的一个地方 那今天学务处 学务长最主要想透过一个短短的时间 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不管从学务长自己的一个学习的经验 或者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从业经验 那么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当一个大学的新鲜人 那第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那么进入到大学 他不仅仅是自由奔放 那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学习自律 跟自我的一个保护 那讲到这里呢 我想学务长第一个要请大家呢 能够把各位的手机拿出来 那么把这个号码输进去 叫09195545 09195545 那么这个是亚洲大学校安中心的一个 执行的电话 那我们确保 这个一年365天 这个每天24小时 那么这个电话都是开通的 那么随时的来协助各位 那么处理各项的紧急的意外的一个事件 那另外呢 这个也要特别注意 那么在大学生的这个统计来讲的话 其实全国大学生可面临到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因为交通相关的事故 所造成的伤亡 其实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学务长也要再次的提醒 那尤其是大一的新生们 那么要注意你的交通安全 那不管是每日上下学经过马路 那么我们非常鼓励大家要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 那么尽量这个避免骑乘机车 那你要骑机车的话 那么也要注意相关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规范 那此外呢 要跟各位要宣导的就是本校呢 是无烟校园 无烟校园 那么希望呢 这个不要因为这个抽烟的行为呢 影响到别人的一个权利与健康 那此外呢 在这个住宿的部分 我相信大部分同学 那么大概这几天都已经进入到宿舍了 那在宿舍 当然它有相关的一个规范 那我们在宿舍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学习 那么团体生活 那团体生活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其实就在于尊重他人 尊重 那么我们学习彼此的一个尊重 那当然这个团体生活里面 无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生活的规范 需要大家共同去遵守的 所以这个要特别同学提醒同学们 那必须要注意 那么我们各种相关的一个规范 OK 那当然同学很关心的就是说 那么在我们的住宿期间 我们都大人了 那么是不是出入还有门禁呢 那事实上亚洲大学 我们可以讲 基本上不算是一个有门禁的学校 但是我们是一种关怀的这个心理 我们还是希望你每天回不回到宿舍 那么能够跟宿舍做一个通报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从一个安全的角度 那么所做的一个规范 那当然它的一个用意 其实是非常良善的 那也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门禁的概念 而是从一个关怀的概念 来看待我们这些所谓的必要的一些通报 那当然如果各位是住在校外的同学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麻烦您 那在开学的一个月之内呢 那么要完成 我们相关的这个租赁地址的一个登记 那么以方便的未来呢 那我们学校有不同的人员 那么尤其是我们的校安人员 那么会去关怀你所住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设施 好那那这是我们书院级住宿服务组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QR Code 那各位可以藉由扫描这个QR Code 呢进入到他们的网页 好那另外呢特别要介绍的 那么我们的一个特色 我们叫做三品书院 那亚洲大学多年来我们一直推动 做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质 还有生活有品味的 那我们是一个三品教育的一个大学 那有人问那到底这个三品的概念是什么 简单来讲我们其实就是 引进了西方一个住宿书院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以住宿生 那么为主要的一个服务的对象呢 那么我们推动书院日的 那么一个系列的一个活动 那么各位所入住的宿舍 包括感恩喜福登峰竹梦 那过去都是经由所有的同学票选所命名的 那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呢 那分别呼应了学校的健康关怀 创新卓越的一个校训 那引进品德品质跟品味的 那么一个相关的理念 所以我们规划了系列的活动 那三品书院呢 那当然我们把它作为 尤其是我们书院日的活动 其实我们把它作为通识教育 一个非正式课程的一个延伸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书院日的活动 那么大体上来讲 那么大概都不办理讲座 我们大概都是以手动食物 那么这些有趣的课程 那么但是又富含生意的课程 那么来进行一个推动 那当然三品书院呢 那本身它的这个 基本的一个过去所运作的一些方式呢 那么各位可以在学校的这个网页上面 那么特别能够看得到 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精彩的一个内容 那包括我们对于我们所做的 那么各种过去 那么只要一开放登记就是秒杀的 那么这些相关的三品书 书院日的一些课程 那么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介绍 OK 那将来我想我们在三品书院的部分 其实我们特别是以住宿为主 所以我们推系的是一个跨系共住 我想对某些同学来讲 你大家很惊讶的发现 那么你竟然不是跟你同班或者同系 甚至同一学院的同学住在一起 那这正是我们一个跨系共住的一个概念 那基本上我们希望形成一个 微型的一个社区 那在这个社区里面 透过彼此的尊重学习 我们来推动公民的参与 跟学习这个责任的一个承担 那当然配合学校的生根计划呢 那我们也会那么来推动跨系的 书院的新鲜人社会体验跟实践的计划 OK 那我想各位很快的也都会受到 各位导师的通知 那学校有各式各样的 包括社会责任 还有这个永续发展的相关的一些计划 那希望各位都能够踊跃的一个参与 那第二个部分呢 那么要怎么样去当一个新鲜人呢 那我们要学习 能够主动的寻找就学资源 亚洲大学能够提供给各位 什么样的就学资源呢 那当然主要的 我们是透过生活辅导组所提供的 相关的一些服务 那比如说各位所关心的 你的奖学金 助学金 该如何去申请 那这些资讯呢 那你就可以在生补组 那找得到 比如说我们的校内奖学金呢 那是在开学后一个月之内提出申请的 那校外奖学金的部分 有非常多元 零零种种 那大概都是根据 那么来函不同的时间 我们会及时的做一个公告 那至于说 各位如果有办理就学贷款的话 那么要提醒各位 务必在9月16号之前呢 能够缴交 那么你的对保单 那么到申服组 OK 好那相关的一些弱势助学的措施呢 也请各位 那么来参照 那么我们申服组的这个 这个奖助学金的 那么一个网站 好 那么另外呢 那么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请假的部分 好那我想这个请假呢 会在你的学习过程里面 因为某些事情的耽误好 那么延误了你的学习 那就必须要透过一个 请假的一个方式好 那么让你的学习的老师知道 好那当然 我们有各种各种的一个价别 那也请各位呢 其实可以在申服组的网页上面 那么得到相关的一个指引 好那另外呢 就是说在申服组的部分 特别如果您是具有原住民的 学生的一个身份的话 好那我们也特别欢迎您啊 能够加入我们的原资中心 好那原资中心呢 这里面我们特别好 那么除了这个这个 各原住民族的一个文化的 一个传承的部分好 其实我们特别好 那么希望从一个职业发展 好从一个这个 这个生活的一个交流好 那么学习的辅导各个面向好 来特别服务的 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同学好 那当然如果您本身 虽然不具有原住民同学的一个身份 但是您对这个 呃 与原住民文化啊 非常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非常希望 你能够加入我们的一个活动 好那我们我们会办各种的 啊包括了参访 包括了各种文化交流啊 学习的课程的活动啊 是非常的丰富与精彩 好那另外呢就是啊 如果您是属于啊 这个所谓的经济不利的啊 啊学生的话呢 那我们学务处特别有一个啊 这个经济不利学生的学习计划啊 那所谓的经济不利学生 我们怎么去定义它呢啊 大概若是您符合 我们所看到的 不管是您是属于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或身心障碍学生啊 或者是特殊境遇的学生啊 那此外呢 如一旦你具有啊 这个这个弱势学生啊 助学计划的补助资格的话 你也自然能够成为 我们所服务的一个对象啊 啊除此之外呢 那么包括了怀孕学生啊 啊那么包括了家庭 啊徒招变故的等等啊 那这些大概都是 可以藉由啊 我们这个起飞计划办公室 所提供的啊 各项服务呢 得到适当的一个帮助 那总共来讲呢 那么我们的啊 各种啊 针对经济不利学生的 这个学习辅导的这些措施啊 包括了 比如说在啊 科业辅导的部分 我们有学办的制度 那比如说在技能证照 发展第二专场的部分呢 那我们有啊这个技能检定啊 跟培训这个奖助学金的部分 那甚至呢 我们还针对啊 这个英语文啊 啊这个能力的检测啊 啊那么我们有提供相关的 这个奖助学金啊 简单的讲 那么你上课是免费的 你考证照是免费的 你考过证照之后 我们还给你奖金啊 那这就是我们对于啊这个 我们在这整个的一个计划里面啊 因为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运作的一个模式啊 那除了之外呢 包括在职业就业的部分啊 那不管你是在职业探索啊 那你是有啊这个 这个就业的面试的机会啊 或者呢甚至我们鼓励你啊 很完整的啊发展出自己的一个 这个这个履历啊 那还有这些实习的部分 那我们都会给予相关的一个讲述啊 那另外呢在创意竞赛的培养啊 在创业的讲述部分 那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啊 这个计划啊 那此外呢 那么为了减少各位 那么这个打工 然后影响到学习呢 我们特别设有多元辅导的 这些啊奖励的一些措施啊 那也就是你可以透过 校内的一些学习活动 ok 那么来减少在校外的打工机会 ok 好那啊 那另外呢 我们还特别有一个共生银行链好 就是说啊希望各位可以透过这些的 学习的过程里面啊 把你所学到的技能 能够去服务社会上 那么同等 那么弱势的这些啊 这个家庭啊 或者是个人啊 那另外呢 那透过我们共生银行链的运作呢 我们也让同学们 那么有啊 这个出国学习的一个机会 好所以对大家来讲 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 好那此外呢 那我们在这个办公室啊 我们也特别有啊 笔记型电脑 好我们可以供我们啊 这个经济部件学生呢 做长期的借用 长期借用的意思就是 你一借都可以借一个学期了啊 不是说借一个月而已啊 好那 那这是我们起飞计划办公室的一个网站啊 希望各位啊 这个QR Code的扫描 能够多多的利用啊 那第三个要跟各位啊 特别来提醒的就是 那么作为一个大学新鲜人啊 那么积极的参与各项的社团活动 还有利他服务呢 那么是一个呃 非常呃 这个重要的一个呃 生活的一个部分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科普组啊 那么相关的一个呃 这个QR Code的一个连结 好那呃 首先呢各位呃 要接触到的就是在亚大呢 那么我们有一个服务学习的课程 好那我想呃 相关同学大概已经哈 那么都听过了说明会了哈 所以我们在9月7号礼拜三呢 那我们正式啊就开始了这个外展服务的一个登记哈 那么啊 所以很快的我们就开始我们整个服务学习的一个一个历程哈 那在整个服务学习的方式里面哈 当然同学有问就说 那我我若不想在学校服务可不可以 那当然当然是可以的哈 那我们有三种的服务的一个机会啊 得的一个方式哈 一个是校内的一般服务啊 包括公共区域的整理哈 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行政教学单位的一个协助 第三个 那么你可以在校外 那么只要是合法立案的机关呢 那么我们认可的这个志工服务的单位呢 那你在那边所进行的服务 那通通列入在我们服务的计算里面 好所以它是一个多元的服务的一个方式哈 那相关的这些这些服务的一些规范哈 那您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学务处哈 科外活动这个与服务学集组的网页上面哈 那么其实可以看到那么它相关的一个内容 那社团的部分呢 亚洲大学总共有六大性质的社团 自制性服务性 康乐性学艺性综合性还有体育性哈 那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呢 那么参与各种不同的社团的运作啊 当然如果你觉得没有你适合的社团哈 我们也鼓励你啊自己能够这个呃 这个成立自己那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社团 好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一个协助 那就这学期来讲哈 我们几个社团的重点啊 包括亚大电影艺术节啦 包括社团博览会啦 迎新晚会啊等等啊 那么这个大概呃 陆陆续续呢各位呃 都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学长学姐妹 对各位的那么一个欢迎哈 那我们这个新生州的这个活动呢 大概从9月6号就开始啊 我们一直会持续到12月份 OK 那这个是我们在呃 这个亚大艺术节哈 我们今年所临选的 那么这个几部的一个电影哈 那另外呢呃也特别好有这个 这个拉密数字大战哈 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亚大 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重要传统的 就是我们大一的新生合唱比赛 好那我想这些呢呃呃呃 借由啊这个大家的共同的努力练习啊 共同对于荣誉的一个争取 好我想啊会很快的让大家 那么建立起自己融合的一个 对于团体的一个认同 好那那第四个呢 就是怎么样啊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学务长认为就是作为一个大学新鲜人哈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哈 那这部分呢最主要可以提供各位服务呢 就是我们的健康中心 那这样东西我们大概分为 呃两个主要的部分哈 第一个是在卫生保健的部分哈 那在卫生保健的部分呢 我想首先各位要提醒各位的就是 你要完成你的呃这个健康检查 呃并且呢要把你的健康检查的这个呃结果呢 要在12月10月12号之前呢 那么要能够啊这个上网的填报 好上网填报哈那那同时呢 如果是你第一次入住宿舍的话哈 那你必须在入住前三个月之内哈 那么提供三个月之内的 X光的这个这个报告哈 那么到我们的健康中心哈 那这些都是不管不仅是教育部的一个 呃规定了哈 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对一个团体生活 一个呃最基本的一个尊重 OK那另外呢 那就是说一些重要的资讯哈 如果呃为了要避免效应传染病 啊维护师生的一个健康的安全呢哈 所以我们对于相关的一些 呃一些呃这个公共卫生的一些防护机制呢 那我们也必须要与尊重去遵守哈 那我想呃各位呃在比如说对于COVID-19的部分哈 我们确诊了哈 那我们都是按照政府的部分哈 学校事实上提供所谓的隔离宿舍哈 好那我们可以进行居家照护那么七天的那么一个 呃一个安置哈 那如果即使你是密切接触者的话呢 那学校这边也会提供那么你相关的一个安置 好那呃那这个是我们在这学期的一些健康促进的一些活动哈 好那除此外呢那么我们还有健康中心哈 好那呃不是只有说生理呃身体上有了病痛才去呃这个寻求协助哈 好事实上心里面觉得不舒服不痛快哈 好你一样的可以透过我们的智商辅导啊寻求啊 心理上面的一些呃这个宣泄跟协助好那这个我们首先呢 那各位我们在9月5号各位相信各位大概都已经做了我们的呃 呃这个新这个新生的心理健康健检哈 好那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提供一系列的包括个人的心灵成长的讲座 OK那么也包括了我们有这个这个小团体的学生心理成长的团体跟工作方哈 好那这些都是有益各位那么在这个心灵方面那么的一些成长与发展哈 好那么非常鼓励大家能踊跃报名参加那针对大一的学生哈 好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就是教育部支持我们的特色主题计划 那我们是以大学生的健康幸福任性不任性哈 好那么作为一个主题了哈那简单来讲是怎么样那么透过十一住行每天的生活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条理哈那么让大家得到一个健康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发展哈 这就是有非常多的有趣的活动哈包括这个动态的哈那么包括静态的哈 那么而是非常难得的一些资源哈所以这个是也是蛮有特色的活动啊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新生们能够踊跃的来报名参加啊健康中心的这个活动 那另外呢我们每一班的都会有一个班级导师啊那么到了期末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是希望了解哈那么导师对学生关心的程度 所以我们也会拜托大家来对你的导师来做一个评量哈 那么这也是提醒各位的哈那另外呢我们针对身心障碍的同学呢 那么我们也特别有设置了所谓的资源教室哈 协助同学在课业社交跟生活上面的相关的一些致影哈 那我想呃您现在如果在收看的话呢那有些的身心障碍同学 我们已经在你开学前呢已经举办了我们的亲师座谈啊 我们会制定个人的这个呃这个所谓这个 这个整个整个辅导的一个ISP的一个计划哈 那么我们会有专属的这个辅导员啊 来照顾你啊各方面的一个需求 好那最后的部分呢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呃 呃我们认为当一个大学新生人呢你要开始去思考啊 啊我们从认识自己开始然后开始要规划自己的未来啊 啊那所以在亚洲大学来讲的话我们是大一呢 我们会希望啊那么协助各位能做一些个人的兴趣的探索 那大二大三呢那开始呢运用课程 然后去理解摸索自己的质押地图啊 大三那么希望能够啊能够更清楚的建立自己生涯发展的一个方向啊 啊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有各种的适性的一个测验啊 啊就像各位可能刚刚完成的质押探索啊 啊与共通智能的一个诊断啊 啊那我们在每一个年级那都有相关的一些一些测验 那根据这些测验呢那么各位可以寻求啊各个学系的质押导师 或者来到我们生涯局呃生涯发展组的这个啊 这个质押的辅导师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咨询哈 那可以用这些啊测试的资料呢 那么由这些啊咨询师的一个协助来了解啊 那么自己的一个视性的一个发展啊 那当然我们也会办一些讲座工作方啊 啊那那另外呢 那么我们每一年也都会有校园真才的一个就业媒合的一个博览会 啊那这是生涯亚组相关的一个网页呢 那也希望啊各位能够充分的一个利用 好那么讲完了以上的五个啊对于各位的忠告以外呢 好那另外有有三件事情呢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第一个那我们要学习在这个校园里面哈 那么要能够尊重啊对于啊性别的一个差异 好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视性别平等的一个校园 OK 所以如果说啊对对于啊这个在这个啊性别方面的哈 好那么一些啊不当的一些作为啊 好那么我们这个欢迎各位好也鼓励各位能够积极的 那么那么像学务处这边哈来提出那么相关的一个啊一个检举哈 那同样的哈那么在所谓的霸凌的行为哈 那也是不应该被容忍的哈 所以对于校园的这个霸凌的行为一样的 我们会鼓励各位一旦啊那么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呢 也能够跟学务处的窗口来做一个及时的一个通报 那我们一定会秉持哈那么公平公正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处理 那此外呢呃每一个学生那么呃他的受教权都应该得到适当的保护啊 那所以呢呃各位可以借由呃这个我们的申诉的管道啊 那么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受教的权益啊 那当然这个申诉的一个窗口呢也是在我们学务处 所以刚刚所讲的性贫霸凌跟申诉 那各位可以充分利用学务处的窗口啊 那么来呃进行自己权益的一个维护啊 那最后呢再呼吁各位哈 那么我们都大学生了哈 那么我们要更能够懂得尊重那么智慧财产权啊 那不管是呃这个书面的或者是电子资源方面的哈 那么要避免去侵犯啊别人相关的一个啊智慧财产啊 那最后呢那么让我们一起努力啊 我们共同经营丰富多彩的一个大学生活 我是亚洲大学学务长赵少良 再次欢迎大家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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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